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意大利海军的两艘护卫舰 8亿冲突 持续升温之际 美国在东地中海双航母军演有何目的 在美军演习之后 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表示 你们用你们的船来威胁我们 我们也为此做好了准备 如果以色列周边国家参与到此轮冲突当中 部署在以色列周边的美军会否直接下场 另外 根据台媒报道 美日韩非四国将于11月9日开始 在菲律宾巴丹群岛和巴拉旺岛处 进行为期两周的联合军演 巴丹群岛距离台湾岛最近的距离 只有不到100公里 而巴拉旺岛距离中国实际控制的美激礁 也非常的近 美日韩非在靠近台海南海的地方 举行联合军演有何意图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 做分析和点评 首先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确认 美军派往地中海东部的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 日前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联合演习 部署在意大利纳布勒斯的第六舰队 三日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福特号和艾森豪威尔号航母 在过去三天展开联合演习 内容包括弹道导弹防御 舰载机护降 海上补给和海上治安行动 参与人数超过1.1万人 作为北约盟友 意大利也派出两艘军舰参加这次演习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随即向以色列输送大量航空炸弹 炮弹等武器弹药 供以色列轰炸和炮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美国同时向地中海东部派遣两艘航母 另外增派多架战机 威慑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 美军演习后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 发表了自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公开讲话 纳斯鲁拉3日在讲话中表示 美国军队将为任何针对真主党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纳斯鲁拉称 你们用你们的船来威胁我们 我们也为此做好了准备 纳斯鲁拉还表示 真主党拥有反舰巡航导弹 并可能拥有一些更先进的超音速导弹 曹先生这次美国在东地中海的联合军营 除了刚刚这个新闻短片当中提到的福特号和艾森豪维尔号的航母打击群之外 还有美国第六舰队的旗舰的指挥舰会的尼山号 还有意大利的两艘舰艇也参与这次演习 预计是有超过1.1万人 所以这次演习的规模您有哪些掌握呢 因为我们讲到军事演习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次军事演习 不是一个预先设置好的 就是我年度计划里边 我就要到这个区域里边来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海上演习 那么它呢 跟时间地点演习的规模 演习的这个意图 实际上还有科目是直接关系的 我们看到这个演习呢 是在巴以冲突以后 特别是美国表态要支持以色列 对加沙实行这个地面的军事行动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后 才进行的这次演习 这是时间的节点 是跟这个巴以冲突直接相关的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区域是在靠近以色列 靠近就是这个以色列周边的这些国家 这个区域里边来进行演习的 那它针对的这些目的 或者是说它的军事上的意图 企图就非常的明显 它并不是说我这次的军事演习 是要直接对这个某一个国家 进行这种有海巷路的打击 比如说过去 它要打击这个伊拉克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有海巷路的打击 那这次呢 它这个意图并不明显 而是说我要控制整个中东的局势 就是它担心呢 一旦以色列在对加沙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后 那么以色列周边的这些国家 可能对以色列发动打击 那这样的话呢 以色列就不能就是全身心的 或者全力的去投入地面的这种进攻 那这个战争 或者是说这种军事行动 就要受到巨大的影响 而美国是要为以色列站台的 那它在这个区域里面 部署了这样的兵力以后呢 或者进行这样的演习以后呢 就可以防止或者是遏制 这个以色列周边的国家 对以色列进行更多的打击 使以色列可以集中力量 来进行加沙的这个军事作战 所以它的这个演习呢 很明显的目的是要威慑 就是以色列周边的国家 不要对以色列进行这种军事上的打击 再来看演习的内容啊 这次演习的内容呢 是包括了这个弹道导弹防御 舰载机的护降 海上的补给 海上的治安等等 您觉得这些演习的内容 有什么样的针对性吗 这个演习呢 由于我们讲了 它不是一个预先安排好的 我要针对某一个目标或者科目 而说在巴以冲突发生以后 其实呢 巴以冲突发生以后呢 随着这个战争烈度的升级 随着平民啊 被这个就是大量的伤亡 这个数量的增加 那么这个以色列周边的 这些阿拉伯世界啊 现在愤怒程度非常高 那么就是希望赶紧停下来啊 以色列不要进行这样 大规模的这个军事行动 而美国呢 在这个期间呢 他认为 就是说一些这个国家吧 对以色列发动了这个打击啊 那还有呢 就是对美国的 在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 发动了这种攻击 甚至呢 可能威胁到 就是美国在这里边的 就是新派来的这些航母啊 水面舰艇啊 或者还有一些 这个陆战队员啊 那这个他也受到 这个威胁 他不知道下一步 这个危机会升 升级到什么程度 因为这跟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和阿拉伯这个国家 或者这个 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啊 这些军事组织的反击 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他必须要演练 可能发生的这种问题 比如航母编队 目标很大啊 虽然战斗力很强 那你目标很大啊 人家会用导弹来打击你 所以你要预防导弹的攻击 那可能还用快艇来袭击你 那你要演习海上的防御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又要和 以色列进行军事上的配合 而且你是北约的国家 意大利的护卫舰 在这个区域里边 还要保证 美国航母编队的安全 所以你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敌我识别啊 还有就是你的这种防御啊 还有就是你飞机起来之后啊 因为航母编队 它不是两个航母挨在一起的 它可能有一定的距离 那么航母执行完任务之后 没有了 或者是说这个需要迫降啊 或者是说需要护降的时候 怎么办 你这些都是在未来的行动中 要遇到的这些啊 就是情况 所以它要在这次演习中呢 进行演习 防止呢 就是一旦啊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它不能够应对 造成这种非战斗箭源 我们知道上一次 美国的两艘航母 同时出舰在东地中海 还是在2003年 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候 刚刚你也说到 美军的双航母来到东地中海 就是为了威慑 您觉得能不能够 起到威慑的作用 确实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 因为这个作为美国呀 它的航母数量呢 是比较多的 再有一个呢 它的航母都是核动力的 这个10万吨级的 搭载的一个飞行连队呢 飞机的机型非常的全 加上周边呢 它的驱逐舰 就是加上巡洋舰 提抗多罗加级的啊 还有其他的这些 可能还有水下的潜艇 那么无论是对陆的打击能力 还是整个体系作战能力 都非常强 那么它把这些就是兵力 部署在以色列的周边之后 那以色列的周边的国家 当对以色列进行攻击的时候 无论就是你导弹的时候 发射的时候 它可以预警啊 我可以从这个空中啊 从海边上雷达发现你 那我起码可以给你 进行直接的拦截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上面有这些飞机呢 可以对你的这个 就是发射点 比如说火箭阵 就是火箭弹的这个阵地啊 导弹的阵地啊 或者你兵力集结的这个阵地啊 弹药的集结地 或者是这个指挥中心呢 它可以通过电子的方式发现 而且通过电子机对你干扰 然后还可以对你打击 所以这些国家 或者是这些军事组织 如果它要对以色列 发动这种军事打击的时候 它一定要考虑到 就是美国的这个航母编队 在这里的部署 它一定要考虑到 就是自己打完之后 自己怎么撤 或者是说在哪个地点打 对自己更安全 那起码对这些就是军事组织 它是有制衡的作用 不能使他们就是放心大胆的 毫无顾忌的 我就想打以色列哪 就打以色列哪 我想想什么时候打 就什么时候打 所以它一定要受到美国的啊 这个军事力量威慑的牵制 我们也看到在美国这次军演之后 面对美国的一个威慑啊 黎巴嫩珍珠党的领导人 纳斯鲁拉他就表示说 你们用你们的船来威胁我 我们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而双方相互喊话 您觉得想要透露 什么样的信号呢 因为这个美国呢 它的这个航母编队 无论是演习还是部署 它当然是要达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 最好自己不要真的开枪开炮 自己不要有这个损伤 而是通过这个兵力的绝对优势 来威慑这个军事组织 或者是威慑这个国家 但是呢黎巴嫩珍珠党 它和美国不一样 因为它首先是在自己的本土上啊 就是在自己的这个控制的区域里边 它不存在像美国这样 就是要全面的一个防护 因为你是在别人的家门口 而它在自己家里 那么如果它不对以色列 发动打击的时候 你打击它就没有道理 而它打击的时候呢 又是地点很分散 这个兵器武器装备呢 可能也很分散 它意思说 我现在是跟以色列啊 来进行军事上的对峙 而因为以色列 发动了这个军事上的 对加沙的打击 伤害了平民 所以我要报复它 那你现在美国要敢打我的话 那我也不怕 就是我打你的航母啊 咱们说光脚都不怕穿鞋的呀 它无所畏惧啊 我到时候打完你 我钻山洞里去了 我钻到这个堡垒里去了 你那个航母 你那个驱逐舰 可都在水面上飘着 是一个就是没法躲 没法藏的目标啊 那珍珠岛现在它有什么先进的武器装备吗 它有 因为它自己讲了 它说我不但有火箭弹 我还有巡航导弹 但这个不知道它真的有 还是假的有啊 但是它说 我反正现在我有反舰的巡航导弹 那反舰的巡航导弹 这个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你是在一个离这个以色列很近 但你离巴嫩 离这个伊朗也很近 或者是离也门也很近的地方 它这个活动的区域 因为它离远了之后呢 这个飞机的作战半径大大的增加 这个效率会降低的 那这样的话 它万一啊 就是这个就怕这个这个 人家的巡航导弹打得准 美国可能还好防 它这个打得不准 或者是说这个弹道不规律 或者是说 它不是按照常规来出牌 这个或者是用小艇上 民船上给你发射出去 你说美国怎么防 所以离巴嫩珍珠党的这种威胁 或者对美国的啊 这个喊话 它有它的办法 就是它有它的图办法 所以美国呢 它也是很忌惮的 那如果说 以色列周边的国家 真的参与到这次的 霸域冲突当中 美国会不会直接下场呢 其实美国不会下场的 因为美国 你别看它派了两个航母编队来 但是两个航母编队 如果对一个国家 你这样看什么样的国家呀 你像伊朗这样的国家 你要是就凭两艘航母 你去打它去 跟它开战的话 那这个兵力是不够的呀 因为你是在别人家门口 你是靠海军啊 来去打人家 人家是陆海空三军 一英俱全 就在家里边 人家可以 就是打你的手段方式很多 所以呢 美国如果要是从 就是像当年打亚克这样 我去 去进攻的话 那这个航母的编队力量不够 所以它是一种 在局部这个区域里边 形成一种体系的优势 然后呢 我再威慑你 控制你 这样你们不要这个参战 因为他知道这个以色列呀 他的这个军队呀 就是数量 还有现代化的程度 还是很高的 因为他现在以色列的对手 是这个哈马斯 那这个以色列的军队 是戳戳有余来对付哈马斯的 而美国并不要求下场 而现在其他的这些 以色列周边的国家呢 也没有说我要对以色列发动一种 就是入侵式的 进攻性的 我占领以色列领土 我打到你的国家里去 跟你交战 而只是说我对你进行炮击 我对你进行火箭弹的这种攻击 所以呢 美国呢 它一个是没必要下场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旦它下场以后 它就要形成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 这个对立 它不符合自己现在的这个战略 就是从中东尽量撤出去 去搞大国对抗去 它现在呢 还是想就是 就是靠自己的这个军力 来下注这些国家 就你们都不要参加 我这军力很强大的 所以呢 它还是这样一个战略意图 但是我们看到除了双航母之外啊 美国五角大楼在3号 已经证实有美国的无人机 出现在了加沙地带的上空 美国方面说呢 它不是武装用的 它是为了解救人质 但是多家媒体也报道说 已经看到了 有美国的这个MQ-9死身无人机 出现了在加沙地带上空 怎么来解释呢 其实这是掩耳盗铃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呢 在这个对加沙的打击中呢 首先就是进行这样的军事行动 美国是支持的 因为美国没有反对 就是以色列用军事行动 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这是政治立场 那军事上的手段 就是说当以色列发动进攻的时候 它是分了几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现在是封锁 你封锁你就不能让人出去啊 你只要情报侦查吧 你就要有军事力量来围堵吧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 这种空袭和导弹的攻击 那在这个使用 就是对加沙地带的这些建筑物 包括对一些就是医院 清真寺 还有这个难民营打击的时候呢 它都要精确打击 美国给它提供了GPU三腰 还有其他的一些 就是拆楼的专门打得要深一些 纵深打 就是钻地带 这样的武器装备 是美国给它提供的 然后还给它提供了大量的这个弹药 因为你要进行炮击啊 炮击这些地面的目标 那美国都给它提供了 现在呢 说我没有给它提供什么打击的 这也只有武器装备 那你这不是这个预改迷章吗 因为你已经提供了那么多的炸弹 那么多的弹药 来让以色列进行第二阶段攻击 现在以色列的这个部队 打到第三阶段 就已经进入加沙之后呢 你现在又给它提供无人机 无人机死神是查打一体的 它查完了之后 它马上可以对地面的目标 发动进攻的 你上次美国的死神 是把这个伊朗的军事领导人 这个给打死的就是这个死神 在阿富汗也使用过 你现在跑到这个加沙的上空 所以它干嘛用的呢 它可以查打一体 给以色列提供情报 因为现在那是一个巷战 是个城市建筑很多 所以它可以长时间的 就是在空中盘旋 比如说我在空中盘旋 那我发现了这个目标 比如说是吉普车 或者是一个地点 就是打击的火力点 那我马上 只要敌我识别之后 马上就可以对你发动 这个火箭弹的攻击 马上就可以把你摧毁 那你一方面是侦察监视 二方面就是打击 那你能说 你没向以色列提供这种武器装备 没参与到军事行动来吗 对吧 而且这个无人机 像死神这样的 都不是一个人来操控 得两个人 一个人来操控它的飞行航迹 还一个人来识别这个目标 然后来发射弹药的 所以你说美国 它的这种行动 不是直接的军事参与吗 谢谢曹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 我们继续带您关注 美军陆战队宣布 美日飞韩四国 九日起将在包括靠近台湾的 菲律宾群岛等地 举行联合军演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一会见 新闻见日谈 欢迎您回来 根据台媒报道 美日韩非四国将于 11月9日开始 在临近台湾岛的 菲律宾巴丹群岛 和靠近南海的巴拉旺岛等处 进行为期两周的联合军演 美国海军陆战队 驻菲律宾部队透露称 演习将覆盖 旅宋岛 巴丹群岛 菲律宾南部 三宝岩市 西南端的塔威塔威 和巴拉旺岛的多个演习场 演习内容包括 深化防核训练 沿海搜救 海防训练 与两栖作战等 此次演习代号 海上战事合作 从2016年开始 已经举行了七轮 和上次美非澳军演不同 本次演习的主力 将是各国的海军陆战队 和地面部队 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 菲律宾陆军 韩国海军陆战队 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 演习规模 预计1800余人 英国还将派出观察员参加演习 美国海军陆战队 菲律宾轮调部队指挥官弗斯称 这次演习具有历史意义 日本和韩国的加入 凸显当前亚太海上安全的重要性 也意在展现 各方对维护印太地区 稳定和平的共同承诺 这也是韩国近年来 首次参加菲律宾举办的陆上演习 也是美非联合军演 首次在临近台湾岛的 巴丹群岛举行 这次演习的代号叫做 海上战事合作 刚刚这个新闻短片当中也介绍到 从2016年就开始 已经连续举办了7年 但是跟之前军演不同的是 这次的主力是各国的海军陆战队 和地面的部队 包括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菲律宾的陆军 韩国的海军陆战队 和日本的陆上自卫队 英国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 那这次军演的规模 您怎么来看 因为我们看 这个消息是台湾放出来的 台湾这个媒体放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美国军方人称 他是主要的主导者 就是这个演习的 前头主导者 指挥者 但是他说这是空前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 韩国它是不参加的 英国可能也没有派观察员 那就是美国 日本 菲律宾 来搞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 那这个规模呢 其实和往年呢 稍微扩大了一点 不是说有成倍的这个力量增加 关键是参加的这个国家增加了 就是韩国是外来的 这个英国观察员也是外来的 这个是他一个兵力的这个规模的变化 或者是参加这个国家的这个变化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演习区域的这个变化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呀 它一直秉持冷战思维 就是搞这个岛链的封锁 岛链嘛 就是像第一岛链 就是冷战的时候 它就想从阿刘申群岛 经过日本列岛 经过我们台湾岛 再到菲律宾进行折转 就是把当时的苏联 后来的俄罗斯和中国 就都封锁在第一岛链之内 你要进入太平洋 你首先要经过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区域 所以我把这封上这个舰艇飞机 你就出不去了 但现在呢 中国和这个俄罗斯军舰飞机 进太平洋 就冲破第一岛链 是一个常态化的事 它没办法 就是第一岛链封不住了 但是它现在有一个什么变化呢 就是美国呀 在这个南海方向啊 想增加一些它的军事基地 来干涉南海的这个事务 那这个先找了越南 越南没有答应 后来呢就在菲律宾 菲律宾已经有五个了 还不够 所以它又增加了四个 这四个呢 两个在靠北边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啊 就是靠近台湾海峡 那么台湾海峡呢 旁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海上通道 就是三八海峡 八十海峡 八百岩海峡 八林堂海峡 这是进出太平洋和南海的重要的通道 所以美国它现在拉着这些 日本 韩国 首先这是意外国家 你跑到南海来搅局 这是一个新的动向 所以它说前所未有的 就是南海 我们希望南海周边的国家 存在岛屿主权争端 海上化解争端的国家 我们坐下来来谈这个问题 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不行 美国呢 现在是拉着域外的 美国本身就属于域外的国家 要在这建军事基地 在这就是搅浑水 所以它的这种演习带有就是搅浑水的意图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兵力 就是它不是用水面的舰艇在这 控制一下海上的通道 争夺一下制海权就完了 它搞两栖作战 两栖作战什么意思 登岛夺岛 因为两栖部队主要的作战的样式 就是通过兵力的运输 然后登岛夺岛 那这个美国 日本 韩国 你在南海方向有岛屿主权争端吗 没有啊 还有一个 你跟台湾什么关系啊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在这搞什么登岛登陆 两栖作战 你什么意思啊 插手中国的事务吗 所以美国就是在这个演习的过程中 实际上并不是要演习一种比较实际 要运用的就是军事上的这个科目 增加他们之间相互的这个了解 而是说故意在这儿搅浑水 要让这些国家参与到南海事务中来 要把它们拖入到台海事务中来 刚刚您也说到 这是韩国首次参加 由菲律宾主导的路上的联合的军演 那为什么韩国要不远万里来 跑到这个地方来参加军演呢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韩国和日本呢 它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国 那么它要看美国的颜色办事 那现在呢 美国在就是东北亚局势发生一些变化之后呢 给它就是增加了不少的这个军事力量 或者站台的力量 那么特别是呢 要弥合韩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过去韩国是不参加这样的军事行动 因为南海毕竟离它太远了 那日本是为了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进行这个扩展 它才到处的参加 那现在呢就是美国认为它弥合了日本和韩国之间的一些历史上的矛盾呢 现实上的这种争端呢 然后能够为美国的在亚太的这个军事利益来服务 所以呢 这个韩国呢 是尝到了美国给它站台 给它增加更多的军事力量的这个甜头 所以呢 那美国要举行一些军事行动 它也要参加呀 哪怕派一艘艇一艘船 那起码它代表韩国呀 所以呢 它是就是拉入了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军事演习中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不久之前是刚刚访问过菲律宾 加强日非之间的安全合作是他这次的重要的议题之一 而且刚刚咱们又说韩国首次参加菲律宾举办的这个联合的海上军演 美日非韩加强军事合作 对于台海对于南海会起到怎样的搅动作用 其实呢 这个无论是日本呢 还是韩国啊 参加这个美国就是主导的在南海方向的演习 或者是这个台海的这个军事演习 实际上对他们的安全都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这个日本呢 应该是专守防卫 你跑到南海来参加军事行动 你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那你是对其他的国家或者国际事务采取了军上的威胁 但是他正是要通过这样的行动来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 他来增加自己的军力 那作为这个韩国来讲呢 你本身呢 就是应该搞好自己的安全 你现在呢 就充当美国的这个棋子 你跑到南海来搅局 那只能是制造麻烦 那只能是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 所以呢 在这个行动的过程中 他们以为展示了自己的这个军事实力 实际上呢 对自己本身的国家安全和自己的这个形象 是一种负面的作用 而作为美国呢 无非是利用啊 就是这两个国家来给自己当棋子 因为让他们冲到前面去 因为美国呢 他真正的就是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并不愿意啊 真正的出面或者交火 损害自己的利益 而说呢 要利用亚洲人来打亚洲人 用周边国家的这个矛盾呢 来就是让他们打的时候呢 美国从中余力 因为美国可以卖军火呀 美国可以去当所谓的这个裁判员呢 去拉偏价呀 可以干涉地区的事物 所以我们对他的这种军事演习啊 一定要看到这个背后的啊 这个推手是美国 是美国在主导 那这些其他的国家 就是包括菲律宾在内啊 其实呢 都不过是美国在推行自己亚太政策的 这种里面的棋子 好 非常感谢曹卫东先生 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识谈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